24. 《蘋果日報》 東亞火微中短期推施貸進軍內地網上金融平均會中貸款料3萬 2015年7月27日《財經要問B02財經頭條》 《本報信》 《互聯網金融市內地積極開發的新領域》 由騰訊700任大股東的微中銀行WeBank 早前火柏東亞銀行023旗下東亞 中國 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據悉 雙方合作的首個線上無低廿小額個人貸款項目 正代監管當局仍可審批 其不久將來可獲批出台 估計客戶貸款額平均會中約3萬元人民幣 貸款年期約為一年或以內 機者 劉美儀胡仲邦上述貸款項目若然面世 將市首次有外之行參與內地互聯網金融服務合作 證券價認為 從長遠發展看 肯定對東亞具正面效益及交叉銷售價值 東亞銀行發言人對有關查詢 不作評論 只表示若有需要會在適當時後公佈 上週五東亞收報32.55元 跌0.5% 東亞負責提供資金在微中及東亞銀行的合作模式中 東亞 負責提供貸款售信及資金來源 微中銀行則主要為產品及平台供應方 居食 東亞 中國 已預留過億元的授訊資金 配對此項小雅個人貸款合作項目 為了確保授訊風險可控並符合監管規定 雙方已離定一套信貸評審的機制 根據運算模型 事項個人貸款的不良貸款率上限 預料會以4至5分封頂 案監管當局對個人消費金融信貸規定 貸款年息率不能高於人行同年期基準貸款利率的四倍 人行一年貸款基準利率現為4.85厘 換言之 微中小額個人貸款的一年期息率 不能收超過20厘 騰訊旗下即時通訊平台微信及QQ用戶 經微中銀行以邀請方式成為其客戶來源 客戶通過智能手機便可以申請微中小額貸款 或瀏覽其他服務 騰訊直至3月底公布 微信及WeChat 微信海外版的合定月活約帳戶達5.49億戶 即會越最少使用通訊平台一次 至於QQ越活約帳戶則為8.32億戶 有利曠闊銷售渠道微中銀行已推出的個人貸款屬小額 估計客戶平均平均貸付額每中約為3萬元 不過 具體金額則視乎客戶私人信態狀況及背景 據了解涵蓋額可以很闊 由數千元至約20萬元 如對象屬個體戶 不等 升展為高達證券董事李浩雲認為 過去十年 東亞 中國 在內地的企業銀行發展理想 但零售業無則受制於分支行網點局限 不夠全面廣泛 現時東亞 中國 透過與微中合作 間接可觸及微中背後的騰訊旁大客源 對曠帝本身銷售渠道有很大效益 瑞瑞證券亞洲銀行研究部執行董事安同善表示 由於雙方合作指述開端 從收益角度看 料最快也要明年 才會產生輕微得益 年初開始投入服務的微中銀行 在深圳前海註冊 騰訊持三成權益 為該行最大單一股東 微中現有自身貸款提供 但因其資本規模有限 該行亦與不同銀行合作 有後者提供售信 原來銀華限銀行便提供了20億元售信 用於小微企信貸產品接力太上 預計7月上線 雙方亦已於年內合推信用家 LEMAT 復直升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